中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371章 见猪家人离开之后 刘不平满脸不屑地走到了我的身边 说道 臭傻子 我劝你还是不要自不量力了 猪许诺的病除了我 没有人能够治好 我望着面前这个要抢我未婚妻的男人 冷冷的一笑 说道 狗东西 许诺是我未婚妻 她的事情就不容你操心了 你还是操心操心七天之后和我比试斗风水的事情吧 到时候输了 可别又像赖皮狗一样赖账 刘不平听到我骂他是狗 扬起手就要甩我巴掌 就这个时候 云林导人拉住了刘不平的手腕 说道 徒儿 你是大派弟子 别和这乡巴佬一般见识 你也去好好准备准备 明天把许诺小姐的病治好之后 就直接迎娶许诺小姐吧 到时候成婚了之后 可别这么浮躁了 是的 师父 成婚之后 我一定会好好关爱关爱许诺的 争取让许诺小姐给你多生一些徒子徒孙 刘不平一边说着 一边满脸坏笑的看着我 我没有理会刘不平 甚至看也没有看他一眼 因为我知道 对付这种无赖 光打嘴炮是没有用的 只有用事实证明给这无赖看才行 刘不平还在嘲讽刺激着我 我伸出手推开了他 朝着李兆山他们的方向走了过去 李兆山他们看到我走来 又是害怕 又是尴尬地说道 皮少爷 你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来到几人面前的我 一双冰冷的眼神在他们身上扫了一圈之后 说道 各位叔叔伯伯 七天之后 请你们务必全部到这里来 到时候让你们看看 欺负我未婚妻的人 死得会有多么的难看 听到我的这句话 李兆山他们几个全都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错愕的说不出话来 还以为自己打嘴炮打赢了的刘不平 一张肥胖的大脸更是直接黑了下来 你有种现在就和我鄙视啊 刘不平指着我破口大骂着 我没有理会被我激怒了的刘不平 转身静直地朝着城皇殿的方向走去 奶奶说过 我鄙视的这天 帝王人参会出现在城皇殿之中 现在鄙视结束了 这帝王人参不知道出来了没有 我走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 便离开了身后嘈杂的人群 又过了一会儿 我发现身后总是有脚步声 我很快便意识到有人在跟踪我 停下脚步的我 猛然回头朝身后望了过去 后面的人没想到我会回头 就迅速地闪身躲在了一棵大树后面 只不过那棵树木实在是太小了 完全藏不住我身后的那个人 金炎儿 出来吧 我已经看到你了 我望着露出了半个身体在外面的金炎儿 淡淡地说道 建青哥 你听力真好 不愧是风水师 这一草一木的动静你都能听到 金炎儿嬉笑地走了出来 暗色眉影下的脸蛋露出了几分不好意思的笑容 你不好好去拍戏 跟着我干嘛 我对金炎儿的印象一直不差 可以说 这五个女孩之中 除了朱许诺 就是金炎儿让我有些好感了 风水天一 皮剑青朱许诺 第372章 那个 建青哥 我不是跟着你哈 我要去梅林脚下的城隍殿 去城隍殿只有这么一条路 你是知道的 金炎儿说道 听到金炎儿的这句话 我就愣住了 金炎儿也要去城隍殿 他去城隍殿做什么 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金炎儿就如实地回答道 上次我去城隍殿拍戏的时候 不小心丢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我要去找回来 原来是这样 看着满脸认真不想撒谎的金炎儿 我就说道 马上天黑了 城隍殿邪气重 你还是回去吧 以免碰到不干净的东西 金炎儿索性就走到了我的身边 一张美丽的脸蛋 满是担忧的看着我说道 不去不行 那东西对我来说十分的重要 我得立即找到才行 什么东西比你命还重要吗 看金炎儿这个反应 我心里就更加的奇怪了 金炎儿支支吾吾的 始终没有告诉我 他要去找什么东西 见金炎儿这个样子 我就说道 行吧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严格意义上来讲 你也还算是我的未婚妻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 听到我的这句话 金炎儿的脸顿时就红了起来说道 建青哥 你之前是傻子的时候 说这样的话 我不在意 现在你都不是傻子了 少说这么不正经的话了 怎么 不是傻子了 你们几个和我奶奶签订的婚书就不作数了吗 我看着金炎儿问道 金炎儿脸蛋通红 知道说不过我 他便转移了话题 问我说道 建青哥 你傻子了九年了 真的是被王武一巴掌打好的吗 还是这九年都是装傻的 装傻九年 你装一个给我看看 我不想承认我是装傻子 就反问着金炎儿 金炎儿顿时就沉默了下来 我们两个来到城隍殿的时候 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 血红色的夕阳撒在破败的城隍殿前 杂草堆之中到处都是残岩断壁 给人一种到不尽的沧桑感 站在城隍殿前的我 仿佛看到了几百年前 这城隍殿人来人往 香火鼎盛的场景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里主城区并不是很远的大殿 为什么就这么的荒废掉了呢 啪哒 就在我望着这城隍殿发呆的时候 只听啪哒一声 大殿里面传来了一阵声响 吓得金炎儿啊的发出了一声惊呼声 大殿里面有人 大殿里的人也听到了金炎儿发出来的惊呼声 那人如鬼魅一般掀开了大殿的木窗户 朝着我们这边冲了过来 一双犀利的爪子直朝金炎儿的脖子抓去 眼疾手快的我掏出一枚五地金币 朝着那隔空而来的手狠狠地砸了下去 咦 那人看到我手中的五地金币 发出了一声疑惑的声音 在手掌快要掐住金炎儿脖子前 停了下来 而我则趁机抓住了那人的手腕 抬头警惕地望了过去 石书 当看到面前的人的时候 我就愣住了 出手攻击我们的不是别人 正是常老石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三百七十三章 石书 你怎么会在这里 看到面前的人是常老石之后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松开了抓住常老石的手 我一路追讨死狗追到这里来的 常老石说完 望了一眼惊魂未定的金炎儿 说道 你怎么把这丫头骗子带这里来了 这城黄殿可不是你们打夜炮的地方 我翻了一个白眼 说道 石书 你想什么呢 金炎儿说他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丢在这里了 我带他来找一找 孤男寡女来着荒山野岭找东西 常老石就更加的不信了 他本来就对金家的人有意见 逮住这个机会嘴上更是不饶人的说道 都说应是明星私生活混乱 皮少爷 你还是小心点 别沾上什么怪病了 我 我没有 金炎儿被常老石说的眼眶都红了起来 极力辩解地说道 我真的是来找东西的 常老石还要说金炎儿 我连忙拉住了常老石的手 说道 石书 你别说了 那逃死狗找到了没有 听到我问逃死狗 常老石脸上就露出了一阵怪异之色 摇了摇头 说道 我明明看到那逃死狗进到了这城隍殿里 但是等我追进来 却又什么人都找不到 还有这种怪事 知道逃死狗进到了城隍殿之中 我担心帝王人参会被逃死狗给夺去 就快步地进到了城隍殿里面 金炎儿也迅速地跟了进来 一进到城隍殿之中的金炎儿 就满脸奇怪地移了一声 怎么了 看到金炎儿满脸疑惑的样子 我问道 金炎儿说道 半个月前我来过这里 这里还有很多棺材和僵尸的 你看 现在那些棺材和僵尸都已经不见了 半个月的那十三具女僵尸吗 或许是警察运走了吧 我说道 咦 金炎儿又一了一声 满脸怪异地盯着我 我被金炎儿盯着有些发慌了 就问道 你又干什么 我的大小姐 别一惊一乍的 很吓人的好不好 金炎儿说道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十三具女僵尸的 我又没告诉过你 完了 半个月前 我乔装打扮成万不悔和金炎儿两个人在这里 看金炎儿这满脸怀疑的样子 这丫头已经开始在怀疑我的身份了 是不是我师父万不悔告诉你的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 金炎儿率先说道 是是是 我连忙点头 金炎儿这才继续说道 建青哥 你知道万不悔现在在哪里吗 他说了 只要我和你都动房了 他就收我做徒弟的 那天在西江大酒店 我叫了你去动房 是你自己跑了的 按道理万不悔也要出来兑现他的诺言了 我听到一愣一愣的 还有 建青哥 你那天为什么要跑 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很丑 金炎儿一双美丽的眼睛死死的盯着我 问道 在西江大酒店的时候 金炎儿为了就金灿儿 答应了和我动房 但是后面被我拒绝了 我都快忘记了这事情 没想到金炎儿还记得这么清楚 你倒是说啊 是不是嫌我丑 金炎儿不依不饶地追问道 皮剑青猪许诺 第374章 金炎儿逼问我的时候 几乎将脸蛋凑到了我的面前 一双化着暗色美影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看着 我知道我不给金炎儿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鬼灵精怪的女孩不会死心 于是我索性抬起了脑袋 指示着金炎儿的一双大眼睛 说道 你不丑 那你什么要跑啊 金炎儿对我逃跑一事耿耿于怀 听到我说自己不愁后 继续追问道 面对着金炎儿的逼问 我没有任何的胆怯 而是静静地望着金炎儿的眼睛 说道 因为你不是真心的 你们都嫌弃我是个傻子 都不是真心喜欢我的 你们不是真心的愿意和我在一起 我同意不会跟一个不真心喜欢我的人上床 是听到我的这句话 金炎儿有些惭愧 顿时沉默了下来 找东西吧 这地方阴气重 天黑之前得抓紧时间离开这里 见金炎儿不再纠结我 不肯和他洞房的事情之后 我便开始在这城隍大殿之中 寻找起帝王人身来 金炎儿也想起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也低头仔细地在这破败的大殿中 搜寻着也不知这丫头骗子 到底丢了什么东西 竟是让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也要过来一趟 我在这破败的大殿之中搜寻了一圈 没有放过任何的角落 甚至连城隍神像上面都翻了一个遍 却始终是没有找到梦中 奶奶告诉我的帝王人身 随着太阳渐渐地下山 城隍大殿里的温度开始降了下来 本来衣服就穿的不怎么多的我 身体也开始有些动的 有些控制不住的颤抖了起来 奇怪 怎么突然这么冷了 我拉紧了身上的衣服 环视了这破败的大殿一眼 突然间 我发现这大殿之中竟然开始弥漫了 起了一团淡淡的雾气 而且这雾气有越来越浓的趋势 看到这里 我瞳孔不由地就收了起来 山脚下是容易起雾 但是按道理来说 这雾气要起 也是从大殿外满飘到大殿里面来的 怎么会从这大殿里面开始飘起的呢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这不是山雾 而是阴雾 所谓阴雾 就是由阴气形成的 有阴雾的地方 往往都伴随着强大的邪碎出现 但是很显然 帝王人参不属于 能够散发出阴气的邪碎 我心里开始有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感 这个地方可能根本就没有帝王人参 要知道 帝王人参是智阳之物 有帝王人参的地方 不可能会聚集这么大的阴气 奇怪了 怎么那东西不在这里 那东西到底在哪里啊 就在我无比担忧的时候 金炎儿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转头朝金炎儿看了过去 只见金炎儿 脸色十分难看 额头上也渗出了巨大的汗水 看得出来 他比我还要着急 炎儿小姐 你到底在找什么东西 说出来 我帮你一起找着 我望着金炎儿 开口问道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375章 金炎儿犹豫了一下之后 掏出了脖子上吊着的一个棺材饰品 指着棺材饰品中间的一个凹陷的地方说道 在那凹陷的地方原本有一块红色的小钻石 现在那小钻石不见了 我怀疑那小钻石掉在这里面了 就这破玩意要让你玩了命的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寻找 我听到后十分的惊讶 金炎儿确实哭丧着一个脸 说道那钻石可不是破玩意 那钻石你奶奶给的 听到金炎儿说那钻石是我奶奶给的之后 我顿时哑然无语 金炎儿还以为我不相信他说的话 金炎儿就继续说道 说出来你不信 我出生的时候是含着这口小棺材出生的 小时候就经常莫名其妙的生病 我爸妈把这小棺材扔出去了好几次 小棺材都无缘无故的回到了我的身上 后来我爸爸听说你奶奶给你招亲 就带我和我姐姐去找了你奶奶 你奶奶一眼就看到了我身上的这小棺材 便告诉我爸爸说 棺材意味着升官发财 让我爸爸不要再把棺材丢了 后来呢 听到金炎儿说起有关于我奶奶的事情 我顿时就来了兴致 金炎儿继续说道 后来你奶奶就在这棺材上面安装了那颗红色的钻石 并叮嘱我父亲说道 人在石头在千万不能让这石头离开棺材 否则我有性命之忧 我看看你的棺材调势 听到金炎儿的这句话 我便倒吸了一口凉气 伸手抓起了金炎儿的棺材 虽然这棺材金炎儿已经贴身带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手摸过去 还是有一股冰凉无比的感觉 也不知道这棺材是什么材质做的 这棺材里面不会有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在金炎儿佩戴着的这棺材里面 肯定有东西 出于对棺材里面的东西的好奇 我咬破了手指头 挤出了一滴鲜血后 就抹在了这漆黑如玉的棺材上 鲜血之中蕴含了人的神石 风水师以鲜血施法 可以让神石代替身体 进到身体进不到的地方中去 我念诵了一阵咒语之后 那抹在棺材上的鲜血 就一点一滴的渗进了棺材之中 紧接着我的脑海之中 就出现了一口棺材 这棺材除了尺寸 是正常的大小之外 其他的都和金炎儿佩戴的棺材 一模一样 就连棺材上面那块 放有红钻石的凹印 也一模一样 棺材正好可以躺下一个人 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 我的神石走到了棺材前 轻轻地将棺材盖子 给推开了一角 透过那推开的棺材缝 我看到了棺材里面 躺一个穿着缝棺峡峡址 盖着红布盖头的女尸 女尸的身材极其的完美 虽然是躺在棺材里的 但是露在外面的手臂 白赞无瑕 让人有一种忍不住 想要摸一摸的冲动 但是我却不敢去摸 因为在女尸的身上 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福禄 有道家的也有佛家的 而且从福禄的新旧程度 我很容易分辨得出 这些不同派别的福禄 都不是来自一个时间段 可见这女尸有多么的可怕 她是谁 为什么身上会贴着这么多的福禄 就在我望着女尸身上的这些 福禄有些发出的时候 突然从我的脖梗后面 刮起了一阵阴风 吹动了女尸身上浮露的同时 也将那红布盖头 给吹得飘动了起来 风水天衣 皮剑青猪许诺 第376章 随着阴风刮起 我屏住了呼吸 目光紧紧地停留在了 那飘动的红布盖头上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 这红布盖头下的女人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随着红布盖头 被阴风渐渐地掀开 我看到了红盖里 那女人的下巴 她的下巴尖尖地 十分地好看 她是谁 那尖下巴露出来的同时 一股莫名的熟悉感 再次充斥在了 我的脑海之中 这人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再也忍不住 心中的好奇 伸出手就要去揭开 那红盖头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诡异的力量 突然碰的一声 轰在了我的后脑勺上 我双眼一黑 猛然间就惊醒了过来 惊醒过来的我 第一时间转头朝身后 看了过去 只见常老实一脸严肃地 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刚刚那诡异的力量 正是常老实 打在我脑袋上的 望着无比严肃的常老实 我满脸不解地问道 师叔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啊 为什么要毁我的神石啊 哼 我不毁你神石 你就等着被人毁灵魂吧 常老实冰冷冷地说道 我一头雾水 听不懂常老实这话的意思 常老实接着说道 棺材里的人 不是你能够看的 从现在开始 把这件事情忘掉 常老实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了 同样是满脸疑惑的 金炎儿面前 不等金炎儿反应过来 就一巴掌拍在了 金炎儿的后脑勺上 金炎儿双眼一闭 就晕了过去 师叔 你这是干嘛呢 看到常老实这个样子 我就更加的疑惑了 常老实拉望着 昏迷了过去的金炎儿 说道 来扎针 让金炎儿忘记 刚刚发生的事情 见我满脸的狐疑之色 常老实便大声地 呵斥了一声 吓得我连忙掏出了 随身携带的银针 扎在了金炎儿的脑袋上 对于天一来说 想抹掉人的一段短时 记忆十分的容易 只需将银针扎在 人脑中的海马体上 再配置一针法即可 很快我就将金炎儿 刚刚的那一段记忆 给抹除了 接着我便抬起头 望着常老实问道 师叔 那棺材里面的女人 到底是谁啊 你是不是知道 闭嘴 常老实又一次 呵斥了我一声 如果你还想活的话 就不要问不要说 否则就算是你奶奶在 也就不了你 我这才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不敢再开口 多说半句了 脑袋好疼啊 就在我将银针 从金炎儿头皮之中 抽出来的一刹那 金炎儿满脸痛苦的 揉着脑袋爬了起来 望着我说道 剑青哥 那颗红钻石 找到了没有 金炎儿的这句话 一下子把我 从对棺材里的 那个女人的疑惑 拉回了现实之中 我此行的目的是 为了找奶奶梦中 告诉我的帝王人参 如果今晚找不到的话 明天许诺就危险了 想到这里 我连忙转身 继续在大殿之中 寻找了起来 常老是一脸疑惑的 注视着 在这破败的大殿之中 翻箱倒柜的我和金炎儿 不知道我们 在找什么东西 但是这家伙的克制力 也十分的强大 他就这样静静的看着 也没有多说半句话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377章 随着天空越来越黑 大殿之中的阴雾 也越来越浓了起来 到最后 大雾浓到连四五米开外的东西 都看不到了 想要在这种情况下 找东西 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可是 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帝王人参 对我来说很重要 不找到他 我是不会离开这里的 就在我准备去大殿外面 寻找一番的时候 那高大成皇神像旁 突然传来了啪哒一声闷响声 我下意识地转头 望了过去 透过浓浓的烟雾 我看到了一双 发着蓝光的眼睛 正紧紧地盯着我看着 那是什么东西 由于雾气太浓 我分不清 那蓝色的眼睛的主人 是什么东西 就在我警觉地望着那双蓝眼的时候 那东西突然穿过重重浓雾 猛地朝我扑了过来 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那东西猛地就扑到了我的面前 窜入了我的怀中 小蛇蜊 惊魂未定的我 看清楚了怀里的这东西 正是之前 我救下来的怪猫蛇蜊 这蛇蜊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跑到了城隍殿中 我的钻石 就在我饶着怪猫蛇蜊脑袋的时候 金炎儿发出了一声 惊喜的呼喊声 走到了我的面前 指着怪猫蛇蜊的嘴巴 说道 只见在小蛇蜊的嘴巴之中 果然叼着一颗 指甲盖般大小的 红色小钻石 我将这红色的小钻石 拿了下来 仔细地看着 只见这是一颗 天然形成的小石头 小石头成棺材钉的形状 在小石头上面 赫然还镌刻着一道 我熟悉的符纹 镇音时 石头很小 在石头中间雕刻着 一道更小的符纹 这符纹的笔风 我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出自于奶奶之手 镇音时一般 用来镇压僵尸鞋魂的 难道那小棺材之中的那个女人 真的是僵尸鞋魂 建青哥 快把石头给我 就在我望着手中的 镇音时发呆的时候 金炎儿担忧地 冲我喊了一声 知道金炎儿手中 棺材里的东西 不是什么扇类 我连忙将红色的 镇音时安装进了 金炎儿掉在脖子上的 小棺材之中 说也奇怪 那指甲盖大小的 镇压时一安装进棺材之中 金炎儿没角处 那浓浓的暗色眉影 一下子就消淡了很多 那眉影不是金炎儿涂上去的 而是天然的 我伸出手朝着金炎儿的眉角 摸了过去 金炎儿压地发出了一声 娇息声 连连后退了几步 红着脸害羞地望着我说道 建青哥 你 你干嘛呢 你眉头处的那暗色妆容 是怎回事 是自己画的 还是本来就有的啊 我这才意识到 刚刚的举动 多少有些粗鲁 就收回了手 问道 金炎儿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梳妆镜 打开看了自己一眼后 说道 你说这个啊 这是天生的 有时候但有时候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果然是天生的 听完金炎儿的这句话 我隐约怀疑 他没角处的那暗影的浓淡程度 和那小棺材有关 皮少爷 你看 这里有一个地下入口 就在我盯着金炎儿的眉毛 发呆的时候 常老师惊讶的声音传了过来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378章 地下入口 听到常老师的话 抱着小舍利的我 连忙跑到了常老师身边 只见在城皇神像身后 出现了一个破洞 而大殿之中的雾气 正是从这破洞之中 散发出来的 在那破洞的边行 我还看到了一些 灰黄色的猫毛 想起刚刚小舍利 就是从这个位置出来的 我便低头 看向了怀中的小舍利 问道 这洞是你抱出来的 啊小舍利 回了我一声 就跳了下来 锋利的爪子 继续在神像背后 刨了起来 啪哒 又是一声清脆的响声响起 神像背后的淘尼土 便哗啦啦的坍塌了开来 从那坍塌的淘尼土之中 我能够看到神像下面 有一个黑漆漆的地下室 我拿起手电筒 照了进去 在地下室的入口处 是一个腐朽了的木质爬梯 而里面则充满了阴雾 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走 下去看看 我没有过多的犹豫 正准备顺着爬梯爬下去 常老师却是伸出手 一把拽住了我 我不解的望着常老师 只听常老师说道 这下面阴雾重重 搞不好里面有十分难对付的邪遂 还是别去了 不行 我得下去找帝王人参 我说道 帝王人参 常老师还不知道 帝王人参的事情 我把奶奶托梦的事情 和常老师说了一遍之后 常老师脸上 就写满了狐疑的表情 说道 皮少爷 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帝王人参是智阳之物 怎么可能会生长在 这基因的地方 常老师说的 并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这地下室 是我最后的机会 哪怕阎王老子在下面 我也要下去找一找 我还是下去看看吧 我叮嘱着金炎儿 在上面等着 然后便咬着手电筒 就顺着爬梯 往下爬了下去 刚一进到洞口 一股刺骨的阴冷 就扑面而来 让我身体控制 不住地打起了斗来 咔嚓 就在我分神的一瞬间 只听咔嚓一声 我脚下腐朽的木头 因承受不住我的重量 竟是直接折断了开来 而我则是直接从三四米的高空一屁股摔落在了地上 几块尖锐的木头筷子梗死 直接划破了我的大腿 鲜血便哗啦啦的流了出来 下面的温度起码要比上面低到四五度 我强忍着大腿出的疼痛 捡起了一旁的手电 爬了起来 开始观察着这下面的情况 下面的阴雾很浓很浓 浓到手电的光束都无法穿透这雾气 我只能隐约间看到雾气之中站立着一个个黑色的身影 这些黑色的身影似乎已经差察觉到了我的到来一样 正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头皮有些发麻 就在我紧张到了极点的时候 我的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 吓得拿着手电筒的 我连忙转过身朝身后打了过去 师叔 你什么时候下来的 怎么一点声响都没有 长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上面跳了下来 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你掉下来的时候 我就跳下来了 长老师一边说着 一边掏出了两块火红色的石头 他将两块火红色的石头 用力地互相碰撞了一下 那火红色的石头 便散发起了两团悠悠的红光 师叔 这石头干嘛的 我好奇地望着 长老师手中的石头 问道 这是火焰石 可以提高温度 让雾气快速地凝结 说着 长老师就将手中的那两块石头 以前以后地丢向了地下室的两个角落 火焰石在角落之中 静静地散发着红光 而地下室中的雾气 则迅速地凝结成了水滴 消散了开来 因雾消散过后 我便看清楚了地下室 那是那一个个站立着的黑色东西 那竟是一口口上了年份的黑色棺材 这些棺材不知道在这里放了多长的时间 有些棺材竟是已经腐烂了 露出了里面阴森的白骨 没想到在这城隍殿底 竟然藏着一个如此巨大的驿庄 长老师满脸难看的 扫了地下室一眼后 说道 皮少爷 走吧 这是废弃了的驿庄 是不可能有帝王人身的 我还是不肯死心 开始在这个驿庄里面搜寻了起来 这地下驿庄几乎个上面的城隍殿一样大 为了节省占地面积 驿庄里面的棺材都是树枝摆放的 初略地计算这里的棺材补下千口 很快 我便把驿庄翻了一个遍 只是没有奇迹 这地下驿庄里面并没有任何帝王人身的踪迹 长老师似乎不愿意在这个地方久待 他见我没有找到帝王人身之后 又继续说道 走吧 赶紧离开这里 这阴雾有些离奇 恐怕不久之后就要有厉害的邪雾将士了 没找到帝王人身的我 当然不甘心就这样的离开 我的一双目光紧紧的盯在如竹林一般树立在 一桩的棺材上 说道 师叔 你说那帝王人身会不会在这棺材之中 向来无比淡定的长老实听到我的这句话 看向我的眼神都变了 只听他说道 皮少爷 你不会想要打开棺材 一口一口的去找吧 必须找 今天不找到帝王人身 我绝对不会回去 我说完后就走到了附近的一口棺材前 说了一句打扰就将棺材盖子给掀了开来 棺材盖子一掀开 顿时一股恶臭味就扑鼻而来 里面一具半腐烂的尸体啪哒一下就倒了出来 我连忙捂住了鼻子 又走向了下一口棺材 看到我这个样子 长老实也有些被我打动了 也跟着帮我一口一口棺材找了起来 虽然这里有上千口棺材 但是有很多棺材已经烂穿了 里面的东西一眼就能够看到 所以真正要我开的棺材并不多 我连续打开了四五口棺材之后 就来到了一桩的角落 在这角落之中 有一口和其他棺材都不一样的崭新棺材 这口棺材是横在角落的 甚至在棺材上面有着一层层新鲜的泥土 望着这格格不入的棺材 我不敢轻举妄动 而是转头看向了长老实 喊道石叔你过来一下 我们一起看看这口棺材 风水天一 皮剑青猪许诺 第380章 听到我的喊话 长老实就赶紧走了过来 来到了我的身边 当他看到面前这口崭新的棺材之后 眉头就皱了起来 说道 小心点 这棺材里恐怕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点了点头 正准备去打开棺材的时候 长老实伸出手拉住了我 低声地问道 棺材龙丁呢 你戴在身上了 没有 在上面的背包里 我指着洞口上方 小声地说道 叫那丫头把背包扔下来 长老实十分地警觉 我也没有多说废话 就走到了洞口的方向 冲着金言儿 喊了几声后 金言儿便按照我的要求 把背包给丢了进来 同时我还听到 金言儿担心地说道 剑青哥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马上就要到午夜了 我有些害怕 你在神像边好好地待着 有城皇神像保佑你 不会有事的 我安慰了金言儿一声之后 就将背包里面 用白布包裹着的棺材 龙丁和榔头拿了出来 长老实接过了 我手中的榔头和棺材龙丁之后 示意我去把棺材打开 出于对长老实的信任 我便走到了漆黑的棺材前 当我双手搭在棺材盖子上时 我发现这棺材盖子 并不是严丝合缝的 盖在棺材上的 而是已经挪开了一个角 像是故意而为 方便棺材里的人呼吸 双手搭在棺材盖子里的我 用力一掀 就将这本就松动了的棺材盖子 直接掀落在了地上 棺材里面并没有 我想象中的腐烂臭味 这让我稍稍的有些意外 我打着手电筒 朝着棺材里扫了过去 只见棺材里躺着一个 穿着黑色长马褂的人 那人脸色苍白 有着一张长长的马脸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逃死狗 我一眼就认出了 棺材里的这人 原来消失在了 城隍殿中的逃死狗 躲在了这地下一桩的棺材之中 来了 呼 就在我害怕的 盯着棺材之中的 逃死狗看着的时候 逃死狗猛然睁开了眼睛 一双骨瘦如柴的双手 猛地朝着我的脖子 掐了过来 朝四 不等逃死狗的双手 掐到我的脖子上 长老十一把 将我拽到了身后 举起了手中的棺材 龙丁就狠狠地 朝着逃死狗的双手 凿了过去 扑 只听扑的一声 那长长的棺材 龙丁就凿穿了 逃死狗的双手 逃死狗啊地 发出了一声 凄厉的惨叫声 双手顿时就被凿的 血肉模糊了起来 这家伙果然是个死人 活人的血 是不可能是黑色的 看到逃死狗双手 那黑漆漆的鲜血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长老十凿穿了 逃死狗的双手后 第一时间就将棺材龙丁给抽了出来 又继续朝着逃死狗的心口凿了过去 逃死狗连忙从棺材之中爬了起来 双手正好接住了长老十凿下的棺材龙丁 不过长老十也不是吃素的 棺材龙丁被逃死狗接住之后 长老十一脚就狠狠地朝着逃死狗的胸口 踹了过去 梦 呜 是